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这位美女被前世夫君缠身 1500年不停转世投胎 每次都会在30岁前死于非命 时代表离间樱花与道合的关系 一脸凶狠地告诉她 道合当年就是被樱花所杀 这才导致两人孽缘纠缠了1500年 樱花想到曾经在道合脖子上看到的瘀痕 对时代表的话信得大半 她像是抽空了全身力气般瘫软在地 不敢相信是自己杀害了道合 此时道合在监控看到时代表的脸 忽然意识到在她与樱花之间还有一位第三者 在这些年来试图杀掉樱花 道合给律师一天时间 命令她调查时代表的下落 道合不知道时代表正在遭受非人的痛苦 预感时日无多的她准备尽快杀掉樱花 结束这一事 很快时代表找上小色 道合安排好律师 无意间看到樱花魂不守舍地走在街道上 甚至差点被来往的车辆撞倒 樱花看到道合前来 内心愧疚不已 她极力想要远离对方 道合拦住要走的樱花 她已经彻底放弃杀掉对方的想法 只想遵从自己内心尽力保护樱花的安全 不让她遭受任何危险 道合把樱花送回家 安慰她不用担心不久后会死亡的事情 她已经找到和两人诅咒有关的第三者 也就是时代表 樱花一脸惊讶 把今日时代表来见她的事情和盘托出 并告诉道合时代表知道两人的前世身份 樱花说完又想到时代表说过 她前世杀死道合的话 上前拉开道合的衣服 看到脖子上的伤口后 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她心疼地询问道合 死的时候是否十分痛苦 道合不愿回忆起那彻骨铭心的疼痛 敷衍了几句就起身离开 樱花看到和这副模样 内心自责不已 忍不住痛哭流涕 她发誓一定要查清楚 两人诅咒到底是从何开始 结局又走向何方 今夜樱花梦回 1500年前 丽塔与道合打婚当夜 道合养父送给她一份毒药 让她今晚掺杂在道合酒水中 这种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 能让她四肢僵硬 在战场上动作迟缓 届时道合养父安排的私兵 会趁乱悄无声息地杀掉道合 养父并不知道 丽塔对道合的爱 已经足以超过父母之仇 丽塔回到房间 看着沉浸在喜悦中的道合 面露哀伤 丽塔来到厨房 为道合拿吃时 发现一旁要送到 道合养父房间的食物 她吃开圣女偷偷在酒水里 下了那份本该给道合的毒药 半夜等道合睡着后 丽塔拿着配件 悄无声息地来到道合养父房间 趁对方四肢僵硬水 一刀捅进她的胸口 养父痛苦万壮 临死前面露猙獰的诅咒丽塔 无论她重生多少事 自己都会找上她 一遍又一遍地折磨 并杀掉她 道合突然从梦中惊醒 她接到侍卫消息 匆忙赶到养父房间 发现对方已经弃绝身亡 身旁正放着丽塔的配件 很快丽塔被绑父来到道合面前 她面无惧色 怀着必死决心 等着道合杀掉自己 道合痛苦地拔出剑 回向丽塔 却只是斩断了绑父丽塔的绳索 如今养父已死 道合宣布 她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随后命令侍卫们滚开 不顾众怒 带走了丽塔 道合质问丽塔 为何要做出如此鲁莽之举 丽塔把道合养父的阴谋 如实告知 她不愿爱人在战场上 被人害死 这次她决意自己背负一剑 独自进入地狱拯救道合 只要她被抓 道合自然不会被卷入此事 可道合早已牵扯其中 自从她爱上丽塔的那一刻 两人的孽缘就开始纠缠不清 道合安慰丽塔 她会处理好这一切 等安抚丽塔睡着后 道合拿着剑走了出去 门外满是对道合养父忠心的侍卫们 要求道合交出凶手 道合怡然不拒 拔刀杀向侍卫们 丽塔醒来 发现道合消失不见 自己身上满是鲜血 她连忙回府邸 查探消息 只见地上满是侍卫们的尸体 村民们纷纷指责道合 不但没有杀掉 害死养父的妻子 反而为保护对方 杀害了府中忠心耿耿的侍卫们 丽塔魂不守舍 险些跌倒在地 幸好道合前来 把她带离此处 官府得知此事后 下达了对丽塔和道合的通缉令 命令官兵们搜捕二人 道合与丽塔四处躲藏 丽塔痛哭流涕 她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本来想将道合从地狱里救出来 没想到就害她进入更残酷的地狱中 杀死无数无辜之人 丽塔不愿意这样痛苦地活着 道合安慰她 两人只要逃回家耶 就能重新开始 道合吻向丽塔 随后起身杀香围剿的官兵 丽塔捡起地上的剑 她脑海中闪光 道合曾说过自己身处炼狱 想要丽塔杀掉自己 帮她结束这一切的话语 丽塔忽然想明白了 只要两人在一起 道合就永远无法解脱 丽塔对着道合说了句我爱你 随后决绝地砍向对方 樱花从梦中惊醒 她满脸泪痕 不敢相信是自己杀了道合 把对方推进深渊里 经受了1500年的痛苦 樱花痛哭流涕来找道合 不停对她说着对不起 坦白当年是自己杀了她 与此同时 时代表已经来到道合家门口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